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些錢是流去哪裡 我看Q3 那麼多的資產類別 排頭位做得比較好就是商品 Q3升了3% 但是商品有很多東西的嘛 一定是油 因為我按過銅也是跌穿牆的 然後銅和鋁礦石 都有 油就見了頂的了 因為油是滯後股市量每月的 美股8月頭見頂 油就10月頭見頂了 適合的 油已經見了頂了 金屬都炒完了 金屬都炒完了 因為你見金這樣堆 其他銀那些都堆 金屬都炒完了 剛剛轉了農產品 農產品夾一夾 看看夾得多遠 嗯 是的 金其實都應該完了 那個故事 你的額色不斷上去之下 因為其實說美國Tips 其實都已經升到上去2.4厘了 那個Tips 基於Tips的實際額色率這樣 那金這個很奇怪 最近有現象呢 就是之前都提過日本的杜鞭太太買金了 跟著內地那些 其實連年輕人內地那些買金豆 我看你都好像有看過 跟著現在連美國那些民眾 尤其是年輕人 我記得Ready也有討論 就是最近他們Costco出的那些金條 說幾個小時之內已經賣光了 那大家還買一些實金呢? 又不知道來做什麼 但是其實明知道 咦? 當然輸了 通常散戶一定是自火煩的 你看這些民眾搶金 搞不懂做什麼 早期是搶鹽的嘛 現在是搶金的嘛 鹽是有些地方而已 不是到的嘛 那起碼現在可以說得出色 買香港就搶的 你那種搶一定買貴的 等於你去年的時候搶那些止痛藥一樣的嘛 是一定貴的 你一定摸頂喔 真奇怪了 但是現在三個地方 三個國家都在那裡買金的嘛 是啊 那所以我們 你散戶買就最好 大戶就是沽 它一定贏你的 它不斷大手沽 它一定贏下去的 你的市場章不就 現在的息就不斷上 你去買金錢 你擺明是餘了輸的 不過它可能是給裝飾用途 給欣賞的福度 那你當作一種消費 有些人當買股本回家買來看 買些金豆回來擺 拿來看 挺好玩的 這是多少個消費 我寧願有空挖一下銀子更好 所以我想要拿多些錢 拿3錢就是等 現在不要了 現在很多銀子用膠 我以為你等Kill 我不要拿這麼多錢 那我抹一下 抹一下塵 抹一下手指目 不用了 你拿銀行換個答身的就行了 先說回正經 因為Kill 2就是貨幣 計算商品之後 表現就是最好的 就是美元 貨幣升了1.3% 但其實這個場式這樣升 錢是流去哪裡呢 現在從資產類別的表現都很明顯是去美元 所以美元會不會不單止你之前看的108呢? 然後我們Kill 4都 什麼啊? 106回回一些 剛剛今天 昨天就是107點多的 暫體都是108先 108過一些吧 先再看吧 那你看長式的錢 是不是只是流去美金 還是都會流去別的地方? 不是 流去美金的意思就是去槓桿而已 大家不入市而已 大家不 是的 什麼都不做 不是 離開股市 離開債市而已 是的 甚至離開商品 你的商品現在都在下跌了 那你就回去 去槓桿總資產會減少 會縮稅的 你不要問就是去了一邊 就是整條大數會縮的 哦 因為都仍然是收水的 那你就去了槓桿嘛 是啦 不是每個人入市一元買一元的嘛 很多人不是的嘛 很多人一元買超過一元的嘛 那如果你沽回頭的話 那就回到一塊一元了 那你的total就少了 嗯 泰國 馬拉韓 韓國都急啊 這個息口 日本 日本都動的 二十年期都去到0.8 不過日本就另一個story啦 這裡 會不會令亞洲這裡有一個風險出來呢 那些息息這麼急 它又不跟美國啊 匯率會跟得上啊 這樣的嘛 因為那個美金 最近這樣直上呢 其實貨幣都有貶值壓力的 那你如果不想它貶得太快 很多貨幣都怕自己自己太急的 那它又要捍衛了嘛 那它要捍衛的過程它就要夾息咯 人行早派都做過了 這件事情 我們97的時候 捍衛匯格都試過了 所以你的息就要夾上去咯 就是美國 美國就沒有 雖然沒有加息 但是它的市場利率是走上去的嘛 那如果你要對美金 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價 就算跌也好 不要碰多 你不要碰多 你就要拿那個息去就了 你的息就要上一些了 如果你站硬的 好像日本那樣 我說是 都要零息的 不動的 那你的那個 美金怎麼上 你自己的貨幣就怎麼下跌 直到它上到救命為止 那現在你亞洲那裡就 應該有些體系就發現有些問題的 那個貨幣不斷貶值的 因為你總有些外債的嘛 是啊 我看到泰國出聲的 當然就沒有那個時候這麼厲害 那個時候就很差的 那個狀態就很差的 那現在應該就好很多 但是呢 你好就看 通常在政府很多 就說政府那個經常漲 國家經常漲 或者政府那個財政那個收支是處於盈餘 有儲備 你可以應對 或者外債都不是太多 那你可以說 都比97很多好 但是市場 市場未必是這樣 就是你過了一段相當低資的時間 私人市場可能做了很多發生集資的活動 就是情況猶如大陸 簡單說 那你現在 如果那些息的上 那些息的下跌了 那些息的下跌了 那個匯價一跌了 有一些這樣的私企 就是民企 私企 私人市場的企業 它去集了外債 在外面集資 借了錢那些 那些會有問題 那你為了 為了鬥著那個匯價 讓它那個所謂的 currency mismatch 就是那個資產負債兩邊的那個匯價 不要失衡得太厲害 或者動得太快 它通常發了美金債 就是本幣 本幣的收益就是本幣的 但是你夾息 同樣也有問題就是 如果它不透過我發外債集資 而是發內債 那你就死那些 你都會上的 所以其實兩邊都是死的 差在右邊的 差在你那個composition 那些企業有多少是對外集資 有些是對內集資 對內集資那些就死息口 即是那個息口上了就貴了 對外那些的話就死匯價 匯局了 其實橫死碰死 是不是都死的 就是這樣想法 對 這兩個方法 發境內還是外債都死的 難怪他們現在 這樣一邊一邊就一些 因為你總有些企業是借裡面 有些是借外面的 那它沒有來就一邊 兩邊都就一些 其實很多時候的匯價就動一些 息口就動一些 但是anyway 你的total 加上你都是要動那麼多的 因為那個美金走了那麼多 是不是 不然的話 如果你兩邊都不肯動 你就資本管制 資本管制是沒問題的 但是除非你看跟外面完全沒有聯繫 是啊 如果你一向是有外資 來的FDI投資什麼都好 你突然間一聲就 資本管制 哇 那就糟糕了 等於銀行突然間告訴你 你的錢拿不回來 就是一樣的 資本管制這四個字不是隨便說出口的 嗯 但是它多不少它都會做啦 好像 好像大陸那樣 用骯髒那樣 洗橫手 這個阻礙你 那個難你 那樣 就是會有這些東西的了 但是這個阻礙不了的 難不了的 你譬如 譬如正正規規 別人跟促程序 那你拖著拖著 別人不斷吹你 吹吹你都要給啊 就是想搬頭 頭條 那你去到某些位置 你都不是說阻礙得很多 資本管制 通常就是三美都要做的 基本上三條路 三條路都要走的 三美齊花 那又未被人追擊 又不是被人追擊 又未真是有個金融系統性風險出來的時候 就不會突然之間走這個資本管制的 所以他們 我見泰國 日本 都現在都是接連出口術 這幾天 就是泰國那邊都是的 我想是by time 想想想方法 就是除了日本以外 不用想了 沒辦法 那些方法已經在教科書寫了出來 這真是慘了 只不過是雙殺了 其他就雙殺了 其他連會 是啊 嘩 真是做什麼好啊 大家真的拿著一些錢 所以我就說拿著一些錢去抹一下塵 這樣幾好啊 可以限制自己不要用它 哈哈 有時間就不要了